出道酒爆红的大唐乐队家作不断 但最近频频传出成员不合的消息 不知是真是假 一听说团里要选C位 他们一个个都不淡定了 要我说 这事根本没悬念 如今哪个乐队里不是琵琶文具偷牌 琵琶曲固然动听 但要论起音乐的表现力 我们横迪可是当仁不让 尽可大家闺秀 动可言气少女 不信你们听 好厉害哦 那白居易给你写诗了吗 我们可是琵琶型带过章的呢 你们俩呀真是调皮 俗话说得好 只要功夫练到位 站在哪里都是C位 给你们弹弹我新作的曲子 轻拍 轻拍 三位立即与天的表演各有千秋 一时间难分高下 正当大家为难吃 一个声音打断了它 你们快看 只见一位将琵琶 反手托举到身后的纪约天 徐徐出现在众人事业里 哇 我弹了一千年的琵琶了 还从来没见过这种神仙操作 看来要收割一大波粉丝了 晚弹琵琶 C位出道 你们啊就别瞎启后 赶紧把才华秀起来才是正经事 粉丝们都等着呢 没有空喉就少了空灵 没有痕迪就缺了高音 没有软弦便见了醇厚 琵琶弹奏奏更是乐队智慧 排版 严谷则为表演出了节奏 打桃月队里谁也不能去 很多年过去呢 他们都忘记了C位之阵 只记得大家一起演一番弹体 拍了那个《美丽瞬间》 如果能变得很终于